政府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2000萬 資助全港500多架垃圾車加裝金屬尾蓋及污水缸 另外又建議修例指定將軍澳堆填區 在擴建撥款獲批後接收建築廢物 日後全港所有垃圾車都會像這三部一樣有蜜蜂尾蓋 亦都有污水缸儲存垃圾汁 氣味及滴漏問題都可以減少 每部垃圾車的改裝費大約是5萬多元 環保署推出改裝資助計劃 環境局局長黃錦聲說 全港有大約530部垃圾車 大約一半已經裝上尾蓋 預計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2000萬元 資助其餘垃圾車改裝 政府決定雙管齊下 一方面透過資助 令到全港的垃圾車都改裝成為蜜蜂的規格 同時間我們會修訂相關的法例 批定日後使用政府的廢物處理設施 的時候垃圾車一定要密封 即是說一定要有密封的尾蓋 和污水的方法 政府計劃在今年年尾之前 將文件交到立法會去申請撥款和修改法例 計劃在明年開始用9個月時間 為未改裝的垃圾車進行改裝 另外環境局建議修例 將均路堆填區擴建撥款獲批之後 只是接收建築廢物 局方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說 實施垃圾分流計劃之後 會有2000多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 運去替代的廢物處理設施 例如運到新界西和新界東北堆填區 路程會長了 食運署初步估計 可能要新增大約30條垃圾車的路線 政府亦鼓勵私人垃圾車多用轉運站 透過水路運送廢物到堆填區 減少對路面的影響 無線電視機者李卓謙